1990年8月,伊拉克武装入侵科威特 萨达姆最精锐的共和国卫队 在一天之内就占领了科威特全境 令世界震惊 随之而来的是第二年初的沙漠风暴行动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 用冷战时期攒下的高科技武器 对萨达姆重拳出击 仅用了一个多月 就把萨达姆的百万雄狮打得满地照牙 在这场不对称战争中 美国空军的AGM-65小牛导弹表现亮眼 面对萨达姆精锐的坦克部队 小牛导弹的命中率一度高达90% 几乎是每一枚小牛导弹 就能端掉一辆苏制坦克 不过令人好奇的是 比起美国空军的高效收割 同样使用小牛导弹的海军陆战队 表现有些丢人了 海军陆战队使用AV-8战斗机 发射的小牛只有60%的命中率 有三分之一的导弹都打空了 这个数据被报道出来之后 许多人都感到好奇 因为这个数字太奇怪了 同样用的都是小牛导弹 怎么海军陆战队的就射不中呢 其实吧 这事还真不能怨战队的马润们 因为他们用的AGM-65 小牛导弹和空军用的 真不是一个东西 自从炸弹发明以来 每一个使用者都做过这样的白日猛 假如这颗炸弹能够自动的跑到敌人的屁股下面 那该多好啊 虽然弹道学的发展 已经让火炮可以相对精准的命中固定爬 但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打 各国把炸弹搬上飞机 人们才意识到运动是相对的 目标现在不动了 但飞机的速度可是一点不慢呀 即使是不考虑空气阻力 记忆再精湛的飞行员 也不可能在投弹的那几秒钟 在脑海中解除一个 关于炸弹落点的二次方程 更何况现实世界是有空气阻力的 空气阻力、大气密度 还有风向等气候因素的影响 让炸弹的落点计算变得更加复杂 现在飞行员要计算的 可就不只是一个小学生都会的二元方程 而是一组复杂的微分方程 那么在计算机还不是那么发达的20世纪 就没有能够让爆炸物准确命中目标的办法了吗 答案当然是有的 那就是神风突击 当然了 让人坐在导弹上照相目标 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行为 但是如果只是让飞行员 以导弹的视角去操纵它 不断修正导弹的飞行路线 就变成了一个天才的想法了 而这也就是AGM-65小牛导弹的基本原理 AGM-65小牛是美国研发的 第一款具有射后不管功能的空对地导弹 请记住这个射后不管 因为它是小牛上最大的特色 自从1972年越南战争中亮相以来 AGM-65已经服役了超过50年 出口到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 至今仍是美军的主力空射反坦克武器 它的主要用途就是用来攻击坦克和舰艇 50年间 小牛导弹已经逐渐演化成了一个庞大的导弹家族 而它一直没有被淘汰的秘密就在于 它的导引头在几十年间一直在进化 AGM-65是一种模块化的导弹 就像是乐高玩具一样 它的三个主要部件 战斗部引导头和推进火箭是可以任意组合的 我们先从最简单的战斗部开始说起 AGM-65有两种战斗部 一种是反装甲聚能装药弹头 这种弹头的工作原理和经典的RPG相同 都是利用高速的金属射流 穿透敌人的装甲以达到杀伤效果 另一种则是带有严实隐心的重型穿甲弹头 它的工作原理是先利用动能穿透目标 让弹头在目标内部爆炸 用来对付轻装甲的单位十分有效 小牛最初的版本是AGM-65A 这是它第一个大规模生产的版本 它的引导头使用的是光电制导方式 其本质就是在导弹上面装了一个摄像头 这个摄像头是用来引导导弹攻击的 所以我们管它叫引导头 飞行员打开引导头后 导弹头部的防护罩就会自动移除 视频电路接通 引导头的视频信号 就会传输到飞机座舱的电视萤幕上 这个时候飞行员就可以使用摇杆 将屏幕中的十字准线对准并锁定目标 接下来只要按下发射按钮 导弹就会从机翼下方飞出 自动追踪打击这个锁定的目标 小牛的A型和B型结构类似 使用的都是这种光电引导头 只不过B型的引导头上增加了缩放功能 让飞行员能够更准确地锁定远处细小的目标 A型和B型也是生产数量较多的型号 仅空军就够买了25000多枚 小牛A型和B型的这种工作方式 听上去就像是在玩电子游戏 非常的先进对吧 但这种光电引导头 并不是航空出世的外星人科技 早在二战时期 德国人就曾考虑过 把类似的引导头安装在亨舍尔HS-293上 用来打击猛军舰艇 而美国在同一时期 也在研制电视引导的GB系列化相炸弹 作为现代空射导弹的鼻祖 这些炸弹的研发都不是很顺利 其关键问题显而易见 那就是当时的成像技术还不够发达 在数字化的成像元件没有发明之前 捕捉动态影像靠的是脆弱的摄像机管 它的功能和现代手机背面的摄像头完全一样 都是将光信号转化为电信号 只不过它的核心成像元件 不是半导体芯片 也不是胶片 而是阴急摄像管 引导头上的镜头将图像 聚焦在成像平面上 在摄像机管的尾部 是一个阴急摄像管 在高电压下 它发射的电子通过偏转磁场 不断地来回扫描光屏 利用光电效应 阴急摄像管将图像 每一行区域的光强度 转变为连续变化的电压信号 图像上的某一点月亮 摄像管就会产生越高的电压 看到这里 有些观众可能会发现 如果把这个过程反过来 就是20年前家中常见的 CRT显示器的工作原理 事实也正是如此 最早的模拟电视直播 使用的就是这种摄像机管 因为模拟信号 可以很方便地 通过无线电波传递出去 在响流导弹出现之前 也存在着类似的电视制导 原理和广播电视一样 只不过飞行员 要根据导弹传回的图像 手动操作摇杆 发出无线电信号 来控制导弹上的可动翼面 不断地修正导弹方向 直到导弹撞向目标 但是看到这里 大家就会发现 电视制导弹的飞行过程中 是需要人不断去瞄准的 专业术语叫人在回路 而这也是小牛的前任 AGM-12毒牛犬导弹最大的问题 飞行员只要手一抖 导弹就会偏离目标 而小牛则是一种 射后不管的导弹 这意味着飞行员 只要锁定目标 按下发射按钮 其余的事情 就要给小牛导弹考虑就好 这种不需要飞行员 参与引导的空地导弹 让战机可以在敌人 防空范围以外发射导弹 打击敌人防区内的目标 大大增加了飞行员的安全性 可谓是划时代的发明 那么小牛上的射后 不管是如何实现的呢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 小牛导弹的制导原理 其实小牛导弹的自动制导 只是在刚才电视制导的基础上 增加了一些自动化元件 其中最核心的 就是对比度搜索器 这是一种简单而精巧的设备 而且只需要模拟电路 就可以实现 前面我们说到 小牛导弹使用摄像机管 将光学图像 转化为连续不断的电信号 这些电信号 会首先进入自动增益控制电路 将图像的亮度 限制在某个区域内 实际上就是对视频的曝光 进行自动控制 不至于让飞行员 看到全白或全黑 在图像调整到 合适的亮度以后 要寻找目标就很容易了 飞行员只要从黑白图像里 找到对比强烈 从背景中脱颖而出的物体 就可以用摇杆锁定它了 到了这个时候 对比度搜索器就派上了用场 我们知道 模拟电视的电信号 实际上就是视频信号 电信号在某个时刻的电压高低 代表了图像的亮度 那么图像上 对比度最强烈的点 就一定是电压变化速度 最快的那个位置 因此 小牛的引导头里 包含一个检测电路 当驾驶员按下锁定键以后 他就会用两个电容 记录电压变化最大的点 这样就完成了目标锁定 一旦选择了合适的目标图像 导引头就会进入跟踪模式 在此模式下 摄像管其他位置的输出信号 就不重要了 现在 导弹的引导头 将会专注于扫描标记位置 在这些位置 电路会正常触发 将输出发送到第二组电容器 通过比较两组电容器中的电压 最初选定的位置 和当前位置之间的位置差异 将作为误差信号输出 该信号被发送到 引导头的陀螺仪上 命令相机转动 让它牢牢地对准目标位置 制导系统会将相机的角度 与导弹主体的角度进行比较 并发送指令 调节控制面的角度 使飞行的导弹维持航向 一直对准目标 而且 小牛导弹并不是只能打击固定目标 它还可以用比例引导系统 自动计算提前量 跟踪打击移动的目标 这种边飞边自动修正的模式 给AGM-65导弹带来了极高的精度 作为一种空射反弹克武器 AGM-65的命中率高达90% 不要说打固定版 就算是高速行驶的装甲车 也都不在话下 但是 早期型号的小牛也存在一些问题 那就是光学引导方式 会自然的被复杂地形和伪装物所迷惑 甚至雨雪天气和浓雾 都会极大的影响光电引导头的准确度 比如一辆在道路上狂奔的苏联坦克 它相对于背景十分显眼 拥有非常高的对比度 小牛上的引导头 可以轻松的锁定并追踪这个目标 但是 如果狡猾的锅盖头车长 发现了远方飞来的攻击机 一脚油门使离道路 钻到灌木丛或者是树林中 小牛就会发出疑问 哎 我那么大个坦克去哪了 想要再锁定它 自然也是不可能的事了 不仅如此 强光 雨雪风沙 乃至博雾天气 都会大大增加小牛锁定的难度 让导弹精度大大折靠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AGM-65D 它使用的战斗布和AB型相同 仍然是WDU-20B反装甲聚能弹药 只不过换成了红外成像的引导头 红外成像有几个优点 第一 红外光的波长比较长 具有更好的穿透性 尤其是大气和雾霾等因素 对它的影响较小 第二 红外光成像往往具有良好的对比度 尤其是树叶和草等 具有强烈的反射红外光的特性 在红外摄像的镜头下 会变成一片雪白 而在东欧大平原上 一片雪白之中 黑漆气的苏联坦克 是绝对不可能逃得掉的 第三 坦克等车辆的引擎 在工作的时候 会自然的向外释放热量 其中很大一部分 是以红外线的形式向外辐射的 而这部分红外线 会让坦克像是黑夜里的太阳一样显眼 当然了 红外引导头也不是没有缺陷 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 这种红外视频管才刚刚诞生不久 成本自然居高不下 因此 当时的美军飞机 必须携带有两种类型的小牛导弹 一种是用于攻击车辆的红外导弹 另一种 则是用于攻击桥梁等其他目标的 可见光导引头导弹 然而 不论是红外引导 还是可见光引导 都存在另一个微妙的问题 那就是对比度引导系统 会在接近目标时 失去准确性 这是另一个 道理我都懂 但是鸽子为什么这么大的例子 随着导弹离目标越来越近 导引头里的图像也会越来越大 当导弹从10公里外发射的时候 屏幕上可能只有一个亮点 但当导弹离目标 只有一公里的时候 目标可能会变成 屏幕中的一大块亮斑 此时导弹无法确定 该向哪个方向调节一面 跟踪范围内的任何区域 现在都会返回正信号 这就会导致导引头 在该区域内来回跟踪 表现在导弹上 就是抖动和托索 因此 早期的对比度导引头 使用了第二个系统 这个系统会检测目标点的扩散 当超过一定的范围后 就会锁定导弹的控制面 以固定角度完成目端飞行 而这也就意味着精度问题 如果敌方航克 在最后一刻开始移动 或者导弹在锁定角度的时候 仍然有跟踪误差 就会导致小牛导弹 一头栽进泥地里 而不是在敌人的坦克上爆炸 1978年 罗克维尔接到五角大楼的合同 为美国空军开发了多种新型导弹 其中就包括了HM-65C C型小牛采用了 和ABD型完全不同的引导头 它没有使用图像制导 而是采用了极光制导 其原理类似于德州仪器开发的 保湿路系列极光制导炸弹 AGM-65C上使用的是一种 半自动的激光制导系统 它需要先用激光束照射目标 小牛异形上的激光导印头 检测到目标身上特定波长的激光 就会直奔激光指示的目标而去 不过作为一种导弹 它的成本比保湿路炸弹要高得多 因此空军不愿采购C型小牛 转而把这些小牛换了个名字 以AGM-65E的名义 交给了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 这也就是开头提到的海湾战争中 海军陆战队的小牛命中率不足的原因 陆战队的AGM-65E 不是一个完全的射后不关武器 它还需要人用激光为导印头 指示目标 CE型小牛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引入了WDU24B高爆穿甲战斗部 它的装药比AB型小牛 整整翻了一倍还要多 更适合攻击碉堡和防御攻势的目标 1989年AGM-65F首次从P3C反潜机上发射 这是一种反舰优化的小牛变体 FG型小牛是AGM-65D和AGM-65E的结合体 它使用了AGM-65E上的高爆弹头 以及AGM-65D上的红外成像引导头 这款混合型小牛由美国海军认购 并且针对海上打击进行了优化 反舰型小牛引入了特殊的图像识别系统 专门攻击舰艇的水线 让船只进水沉没 图像进入90年代 影像方面的技术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 FG型以后的小牛将老旧的摄像机管 换成了实行的CCD传感器 不过看过前面对小牛引导头工作方式的介绍 大家就会知道 摄像管的模拟电路和CCD使用的数字电路 可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因此FG型以后的小牛导弹 要换的可不只是引导头 连着飞机的航电系统也要一起换 才能和全新的数字化小牛导弹适配 小牛导弹在70年代初的首次亮相 是在越南战场上的后备二作战 美国空军一共发射了99枚小牛导弹 作为一种新式武器 它的命中率达到了惊人的88% 飞行员十分喜欢这种射后不管的武器 这次行动还有一个小插曲 有飞行员在第一次使用小牛的时候 击中了一辆高速行驶中的北约卡车 换来的却是指挥官的训斥 因为一枚小牛导弹的价格高达25000美元 而一辆破卡车顶多500美元 连小牛的领头都没有 在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中 美国空军的F-16和A-10 以及海军陆战队的AV-8 一共发射了5000多枚AGM-65导弹 在摧毁萨达姆庞大的坦克群上 返回了重要作用 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冲突中 你也能看到挂载小牛导弹 冲锋在前的美国军机的身影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冲突中